港府联合卫生署、医管局、渔护署、使管署等多个部门星期三举行联合会议 讨论禽流感的疫情 各部门的代表会后举行记者会 卫生防务中心总监黄家庆表示 大陆目前正爆发第五波的禽流感 人类感染个案破纪录 死亡率大约四成 香港的四种个案也是由大陆传入 当中大部分都有家庭的接触史 比以往的四波都是多的 现在还没完 我们估计应该都还会有个案的出现 其实很多省份或者是城市 都是有在内地 是有H7N9禽流感的报道的 而当中是江苏、浙江 还有跟着是广东是最多的 黄家庆又指 香港需要关注H7N9禽流感疫情的风险 不过病毒仍未变种 其实世界卫生组织一直都有监测着 会不会有一个变异的情况出现 但在他们最新的报告 是在这个月上个星期发表的 他们暂时都没有证据 那个病毒是有一个变异 会是令到它是 比如说增加了人全人的风险 是可以持续一个人全人的情况出现 因为我们知道是有限度来说 其实它都有机会是可以 人全到给人 但是是有限度的传言 现在都没有证据 就是说在这方面 那个风险是提高了 港府会加强抽查 28个机场的活机及环境样本 同时会启动电子通报平台 专门通报情流感的个案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业记者陈盘 发自香港的报道 感谢观看 谢谢大家